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鸡就算 错到不得了 你说的每一句都对 但是你真是不明白男人 OK 叫鸡 它们当然会照叫 我相信 但是有时候 屌不想同的 叫人那种空虚直感 是啊 屌你那种有时候 尤其是中年危机 我过了这些 说真的 屌不得我 屌你这样就对着我老婆 女人也有 于是乎 因为你身体衰老了 开始突然间 还在那时候 屌你堕入了那种热戀 就访完少年时候 屌你那样 爱了几个刺热 就是燃烧 屌你到尽为止 如果真是叫个鸡 就可以解决这种感情问题 就真的很简单 我们都有新闻讲的 讲奥运 但是 阿正这次都几年没有去日本了 你觉得是否真是 之前你都知道的 但是这次去到了 现场了 是不是真的 你明白为何这些人去日本了 屌你那些东西便宜到你 你吃过什么呀 都不用特别去高级食物了 在日本 求能其他人吃都可以的 是呀 一碗拉面多少钱呀 就是吃得下 一碗拉面很便宜呀 一千日 一千日 有些七八八八日都有 八九八日 那就为了五碗 四五碗 如果八九八日 你便宜到这样 有些呢 譬如我们在那些高度屋的高级百货公司 上面有些餐厅的 有吃过那些鸣烈饭 你知道日本人的那些 在家里还很大 有杯饭 正食 它现在可能贵一点 千日 如果你想到千日而已 就六兜食物了 那些香港 我在说是四十年前在吉枝島吃的 都几十元 四十年前 现在你去日本吃 六兜食物都高度屋 那你说什么发展不去呢 多么多香港人吗 应该不是很多 都算多 都算多 那你有没有去大阪就直接在港 不过我没有去 深齋桥 没有去南方 深齋桥直接没有去 深齋桥就说广东话的了 是啊 我最怕去的 一天都不去 没有去 没有去 那你老婆女女朋友不说要去吗 他们算是深齋桥的嘛 老实说 我儿子和我老婆如果去大阪的话 他们怎样都要一两天觉得在那里走一走一走 我真是没有人 我想去 那是为什么呢 你问我呢 就算日本 大阪 一些 不是那么旺 社交外一点点的 那些商业家其实都OK的 已经很多东西了 上次会深齋桥和你逼着 你又多大陆人 现在多不多大陆人就没有去 才少的东西 应该比以前少了的了 香港人就周围了 他经典多大陆人 香港人呢 很有奇妙的 有什么駕駛呢 他去的路很偏僻 也有 你也有 因为你都去到 不就去到 是吧 好了 张家柳奪金 我们当然呢 昨天是有看的 钱那些不说了 是吧 因为呢 赚钱是应该的 现在赛马会 300万 600万 金牌 林大辉中学又配对一半 300万 那只得到900万 那当然呢 也有很多 我相信他陆陆续续的赞助 就是会赞助给他的 900万 都卖光告费 都卖到400呎的楼 如果现在可以了 不止 你买一块楼不止 一块钱是很好用的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商务 推出很多 就是借一些衣 我记得三年前 张家朗落金牌 我都整个八折 搞到我翌日做两个仆街 这次呢 不行 两名金牌 没什么特别 而且 何私培呢 而且我现在都九 我现在整天有九折 或者你买过多少钱 有八五折 我忘了了 问他四千元 那我还给了多少 已经是不搞那么多 你说如果 何私培一百米 拿到金牌 好 何私培 那我就开放大家买 我刚才那一瓶 人人水 就是刚才那一瓶 就是这样的 好了 当然有看我们 其实昨天 首先有这么说 我真的 当天看江文蔚也是 昨天看张家朗也是 你说那些什么 香不香 港精神 你们怎样claim 就你们各有各 我首先要这么说 每一个运动员 其实不需要的 你可以多谢香港人支持你 甚至可以多谢香港政府 但是最重要的 真的要多谢自己 因为是一条很孤单的路 路徒 就算有几万元人工 有几万元人工 他养住你 你想想 看资料 强裕 张家朗 奥运金牌得主 我不是说这个奖金 他在看运动员的生活费 一个月的人工的精英运动员 四万多元 当然不少 但是 大家真的要搞清楚 他要拿到金牌的这个位置 世界一级 世界一级 四万多 还有一个 是很短暂的 运动员的生命 你四万多 是很小一点的 不是说叫你可以 做到 不是你四十万就不同 四十万可以做到三十万 那我们有些保障 是吧 所以 他说你去发一些广告 什么华为那些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问题 OK 那么 so far 我不说江文蔚 或者 张家朗上架也识明了 有没有说过什么 黑话呢 但是其实 大家互相代入而已 你怎么知道政见是什么 但是我都是没有需要去深究 他不特别说黑话的 我都说了 就算江文蔚是这样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即使他回大陆读书 在我心目中 他是昂贵的 因为他还没说黑话 昂贵的 昂贵就肯定是 不是啊 但是 阿正 我以前知道你喜欢江文蔚 喂 我昨天问一下 我纯粹我个人而已 我看那个相 他这些一定 就是现在这个相 是一个很纯真 很直的女仔 昂贵的 老实说 好像你说 他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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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丹福之后 因为这么多争议 他于是觉得 我是不是可以在 另一个角度看中国 就是中国于是去读书 那我觉得 即是以外几十岁人 才会这样 骯髒 水灯 去到中国才能看到 一国两制的优秘 就是了 我们觉得不想洗 但是 我撇开了 我撇开了 是有些人真的有这样想过 真的觉得在书本上去拿知识 是有这样的人 你问我 你问我 我撇开了 你老母 所以 其实 很多国家 包括新加坡 是很羡慕香港的 但问题就是 为何不跟 中英元老声明 都成为历史文件 为何不跟 那些都不是大不了 但是那些都不是大不了 但是在运动上的表现 其实我是对他们这些运动 都佩服的 譬如你说 郭文蔚 虽然他是劍击动作 但膝球哥 印带断 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因为你要move 你要动 急停等等 有很多事情 好了 至于你说张家朗 就是 看起来 原来上届的教练 Grab 一来到 这个法国教练 上届开始跟他 第一件事 就是 将他们那种疯狂的锻炼 全部剪掉 放松一点 舒服一点 打球 不要放得这么大 Grab 就说 其实他很有信心 现在赢了 我才这么说 因为他说 张家朗只要发挥正常 他一定是 现在当今的第一劍手 老实说 第一劍手 去到这些位置 昨天大家看到了 这么多场 喂 心理 真的很重要 那些技术就会差不多了 大家说 他可能也是高一点的 如果教练这么说 但是 不会差很远 心理质素 真的 喂 其实去年 所以我今天不会讲这么长 他爸爸说 其实他从小到大很猛的 打麻雀输了又扔牌 打劍 打劍一输又发脾气 但是他说 自从上届东京 看到他 八强 九比十四追上来 回来就发觉 他真的大过儿子 今年就更加不同了 你想想 昨天 四强一场对日本人 你又看 那日本人多快 后来 终于 去到十一分牙 还是什么 他开始抹开了日本人 心急 始终是年轻 哇 你不耗底 好了 决赛 你老鼠 你十 喂 你已经终于 终于 因为我们开局不好 追平 终于 终于 后来有一段 好像终于两分 想着有机会更大 谁知道 给个意大利仔 其实意大利仔 他昨晚不强 是有道理的 连出几分 十四十二 又是欠一分 就赢了 那场就完结了 跟江文不是那晚一样 喂 追反一分 十三十四 那还要打一下 十四十四 哇 又要决一剑 好了 跟着呢 其实问心一句 我在上次 其实不是上次 不是上次 张家朗赢人剑 是我在奥运之前几个礼拜 我是奥运之前几个礼拜 专专上网 去找我 劍激规则 原来有几种 有花劍 又什么重劍 又不知道什么劍 三种的 一些人可以 有下部位 一些人不需要 如何计分 我就了解这个规则 是 但是终于是这样 你昨晚就说 譬如你之前那晚看 喂 为什么去重劍 双登 双登 就会大家加分 为什么双登 又不是这么加分 那规则是没得说的 那就是裁判官 好了 好了 那 他不是用手定脚 只不过是 这件事是授权了给裁判 他去决定 其实 规则就是这样写 他要怎么判 他要怎么判 那股码就好了 不通道 没有错 的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就是那个规则 我最不明白就是什么 现在的科技 就算你0.001 我觉得都应该是可以分到的 用科技 为什么还要这样看 还是分不到 我们看镜头 麻烦了 因为两个左手 我们只见到 三安四次都好像是 你老母 因为如果先刺中 就不用说话 就容易搞 明明是张家朗先刺中 因为张家朗先挡住 那个意大利仔把剑 究竟是谁刺中 不敢猜 就唯有看 是谁先发动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手脚 就是攻势是谁先做 我只要先动 我只要先踏上前 是的 那两个呢 我们不是专业 但是去到这里 就求劲 那个劍政体 牛底 不敢判 就能打多剑 对 接着就是第二剑 如果不敢判 就能打多剑 后来 有些网友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他说第一剑 应该是张家朗赢了 我看这些评述他也是 第二剑就是意大利赢的 第三剑就是张家朗清楚的 如果是这样 第一剑就是中央老赢 好了 最好笑 其实我觉得最好笑就是 意大利人生气 我觉得也情有可怨的 不过去的按钩 然后他就在那里面 你去罵 他就去罵 你去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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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罵 那什么 其实 最好笑就是 你叫那个 意大利教练 一直在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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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看 屌你老母 就是Hong Kong Express 說為慶祝張家朗再添加五位香港 屌你老母便宜價送台灣機票 屌你老母 我是意大利老太機票 屌你老母還不是有樓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還不是有樓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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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這個 屌你 special offer 一元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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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老母還不是有樓 屌我會是命死都不清 屌我堯 屌我來看起來 屌你老實說 電光火石 你有時候問一些專業裁判 你那天聽講的 因為其實 《港劍擊》在《WILL》當中 都是 一個英俊叫什麼 也是打劍的 蔡俊賢 蔡俊賢 他也是打劍的 明年下屆 有天甚麼都說 先不要再說話 去打吧 有時候是這樣 一種運動除了天份之外 他的風氣形成了一個信心 我告訴你 當然你說得那麼神 即是我們中國劍法 那些什麼玉女劍法 太極劍 都搞定了 其實我們看就唸唸唸而已 很快 假動作 如果你拿著劍就能夠弄得到 我狠狠狠不知做什麼 只要連輸15分 好了 你說是否我們不熟悉 人家寫到這個規則就是這樣的 就是裁判的決定 就算他們的自己 講劍擊 自己參與 都是有些看手 有些看腳 很難看的 都是看慢鏡 你都不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 好了 張家朗都寄予港人 堅持 其實他上次是這樣 無忘初心 這些是國取所需的 我記得他三年前講這句說話的時候 有藍絲要講的 但是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有些時候 放鬆一點 就不用嚇得那麼再牛 不然會很痛苦的 休息一會 好 張家朗 好 張家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